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惹赛剑魔超帅反杀 踏下撕血秀翻奎桑提 在WBG对战MADLINE的比赛中 13分钟 赛哥被奎桑提EW接大招带到了墙的另一边 由于奎桑提高一级又有兵权 所以赛哥开大往后撤 这时有了风的奎桑提开始跃塔 但是赛哥不回头走位躲开Q3 然后刺死剑气回血Q1拉开二段Q直接反杀 这波赛哥的剑魔太帅了 路到快13分钟了这个时间 给下路呗 又来吗 交大面打一波 这波打不过的 对面有兵权的 EQ 这波要躲Q3 要躲Q3 躲Q3死不了 好呀 超多 漂亮 帅帅帅 很冷静啊 赛哥这里 小虎尼克大招四人 刺赛剑魔三刀砍跑AD 在WBG对战MADLINE的比赛中 28分钟 WBG带着大龙buff推上路高地 MADLINE这滑板鞋 也不知哪来的勇气追着赛哥打 赛哥表示给你脸了是吧 开出大面 挥头三刀 瞬间把滑板鞋打成了残血 那边小虎尼克也击飞了四个人 狐狸和魏倒了 剩下的这三个人也没什么用 后面大部队冲上来 MADLINE就扛不住了 一个接一个的倒地 最终MADLINE五人拳倒WBG就一波赢下了比赛 C9蓝博泰坦皇子完美大招流 这团战真漂亮 在C9对着FNATIC的比赛中 17分钟FNATIC虽然拿下了小龙 但是C9表示 那你们就把命留下吧 太太还闪出狗 勾中一阶 大招锁头蓝博放大 皇子EQ 接上天崩地裂 这FNATIC瞬间爆炸了 位移交完后 永恩立马一闪接大招 金飞两人斩死发条 狭的大招接到狗也控住了武器 这波C9团战配合的太完美了 几个大招下来 FNATIC血条瞬间没了 看得太爽了 惹善建模天神下凡 拯救WBG 一人之力抵住四人攻击 在WBG对着MADLINE的比赛中 28分钟 则晒这里之所以碾探草丛 是因为他知道最肥的赛拉斯不在 被对面打了一套后 直接开大面砍老牛 老牛被逼出了闪现 寒冰大招定住则晒 那追击有点难了 刘青松干锅解开后 则晒就撤到了安全位置 这里MADLINE一看那个男人没大面了 而且还一个人落单了 于是四个人出击直指则晒 但是晒哥血手挡伤害 Q3被动可血全是回血 刘青松抓住机会 R闪反击 带走老牛刚好让赛拉斯吃到了小虎的魅惑 直接秒杀 然后奎桑迪带走则晒后 则晒细节AEA接W打残奎桑迪 之后又Q闪击飞 这次剑气直接捅死 这波晒哥真的救老命了 这波晒哥一马当心顶在前面 晒哥这边是还是比较肉的 直接开大面了 恶虎书恋到 哈利桑 哈利桑将闪现 有干锅 干锅救一下 但这波晒哥没大招了 晒哥没大 哈利桑还有大 艾西是把大射了 那这波的话晒哥要小心啊 有血手有闪现 敢想卖一下 Q闪起来两个人 有雅汉几个精神 现在对方的前排 对方那个魅惑带还不在 另一海大招不能还不做 可以先秒一哥们 塞拉斯倒队了 有机会 漂亮 塞拉斯死了 魅惑带也倒 热晒跟魅惑带一个单挑 要稍微拉扯一下 那边艾西 也被打了一个杀到 一个Q闪 过来 一个被动 刺死剑气 惹带建模再度拯救WBG 这个建模太牛逼了 在WBG对战Mandline的比赛中 30分钟 WBG打也没了 于是Mandline想 Rush大龙 至关重要的时刻 惹带一马当先 冲进草头 发现有一个老朋友 那直接W锁住 一段Q断寒闪 二段QA打半血 三段Q直接打残 Light滑板鞋 跟上普攻 拿下人头 这Mandline大龙也不敢打了 然后两边上单 你看我我看你 都不服气 那就开打 刺赛Q完开大面 这奎仓也W往前顶 那边小虎有双控炉位 刘青松大招再控 小虎再跟魅惑 赛拉斯就被秒杀了 而刺赛也盯上了寒冰 被打残的寒冰 还敢拿刮杀呢 刺赛等一好了 一个QE直接砍死 这把打完 WBG就直接一波 翻盘了Mandline 我帅哥太帅了 感觉WBG是可以接的 老牛也没有大哦 还打断了 还想被打断了 哦 Harlison 老艺术家 还得是你我的朋友 很关键啊 那应该都打不了大龙了 想进开 赛哥来了 肉身开团 魁桑琪顶三个 在这边的好备 大招锁了一下后白 哦 这边来很 一场地要接了 再来死死了 有机会 风之盲还得输出 哇 这剑膜 这剑膜还有学手 这剑膜强大 斩死了 浩子杰被灯头一棒 河道剑膜 这一波换成了 当年天使的位置 要一波要一波 传送过去了 小虎已经 哦呦 赛哥 这个位置 保住那个炮车 轻到了 再杀一个 海里档老牛也要死 漂亮 哦呦 车跑 有了有了 赢得也太惊险了 有惊无险啊 最后微博推掉了最后的基地 恭喜微博 恭喜微博 1比0 节目的最后呢 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给戴梦点个赞 关个住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